再來我們來介紹基礎材質裡面的反射的概念 反射我們用什麼材質來表達呢 我們用地磚或死因磚都可以 地磚的部分我們要畫一個平面去表示 所以先把這個打叉 先建一個基礎模型 回到上市圖 先把它關掉 回到上市圖 找一下topview 回到上市圖 你就alt按字按w 回到上市圖這裡 按g把格線把它關掉 所以你直接按創造面板create 然後g armetry 注意extended privities 看不到平面的指令 你要選第一個standard privities 就是基礎的標準的物件 有沒有看到茶壺旁邊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pran pran就是平面的意思 我們之前講過所以我點這裡 好 那你畫面上來就是 適當大小給它拉一個平面下來 這樣拉下來 OK 然後右鍵結束命令 你要涵蓋什麼 涵蓋我們練習的這些基礎物件 你到邊修面板這裡 這個地方幹嘛 這個les segment跟wese segment 它的長跟寬的區域都給它一段就好了 右鍵 那你長跟寬的數據呢 給它正方形 因為我們待會兒那個拋光實音專或實音專 它正方形的 我們這統一好了 我們全部給它做1000 1000對1000 這樣比較乾脆 OK 就像這樣平面 好 所以你畫面上會有一個這個 大家看一下 你會有這個平面子 這個平面 然後平面你要有地面 到時候我們比較好練習那個反射的感覺 然後在畫面上會有這些物件 非常簡單喔 OK 好來回到這裡 點它 L的鍵按W把它放大 好 我要現在對這個平面Plan幹嘛 不要貼地磚 OK 好 那我們給它貼這個磁磚看看 好 這個磁磚怎麼貼呢 很簡單 打開那個材質便宜器Mature editor 好 我們選第四個材質球 你就選下面這裡好了 OK 然後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練基礎標準的嘛 所以你就直接圈起來把它打那個 它的名字喔 有兩個方法可以做磁磚 第一個方法是用那個Standard材質球 標準材質球 然後第二個方法是用光纖著用材質球 Retress 當然如果你要更更這個真實的話 你還是用V-ray減染器裡面的V-ray的這個Metal來做 所以我們先用那個標準的最基礎的做法 所以這個地方打什麼 打地磚 OK 通常給它刮號 通常我們這個打方法1 就是這個比較基礎的方法 好 通常我們給它貼圖 所以你1先選到地面 然後第2個按這個 第3直接給它貼圖 很簡單吧 所以按這裡就貼進去了 好 那我們一樣啊 我們是不是要給它貼那個Diffuse 就是慢反射裡面的那個Beam Map 所以就點字這裡 然後選擇Beam Map 點兩下 好 我們去貼回到上一頁 通常我們去貼一下磁磚 懂意思嗎 就自己找一下磁磚的那個溫理 點兩下 OK 我們找一個磁磚的溫理 我們現在練習對不對 通常我們要讓導引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的磁磚的顏色 先不要做得太淺色系 通常我們給它用這個比較深的 所以我給它選擇磁磚7號 你用這個 通常找看看 通常這裡可以這樣找 好 我們用磁磚7號好了 OK 按一下這個不要勾 通常按一下Open 有沒有貼進來 看到磁磚貼進來 OK 好 那就顯示紋理按它 你會發現了整片大磁磚都貼下去 可是我們不是我們要的那個貼乳坐標 所以這個先給它縮小 按打X 我們在平面的給它下一個UV.Map 這個都講過了 按這裡 然後往下拉 或者打UV也可以 有沒有看到UV.Map 你給它執行 執行之後你選 這個你用Planer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厚度 你不用選方和 我們這個平面對平面 所以你這個Planer就好 然後你按Gizmo 按縮放命令 縮放知道嗎 你把滑鼠移到SY就可以了 SY 直接按著左鍵不放 往上就是給它間鎖 它會點倒 你往上給它拖曳 我們大概縮到這個 再往上 大概縮到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是練習 比如說它是沙發對不對 你就把它當成沙發下的磁磚的大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把它結束 現在渲染是沒有任何設定 渲染 渲染 你看 是不是都空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反射怎麼調 來 首先打開材質編輯器 OK 然後這個回到上一頁 Go to Plan 等於是吧 你可以調高光 我們看一下這個點兩下 比如說磁段會有高光 對不對 所以你把滑鼠 這給它拉一個數據 比如說給它做這個80 然後這一段給它拉肩 好 大概要做60也可以 80對60也OK 這個是舉個例子 因為這邊你要看線框慢慢調 那我們就把它拉間 因為磁磚嘛 它會集中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鐵乳通道裡面要重視哪一個呢 你把它打開 我們剛剛之前不是講過Diffuse Card的嗎 慢反射顏色對不對 這貼照片 然後這混的比率 OK 然後後來不是有跟它介紹這個bump 就所謂的凹凸嘛 OK 這邊可以下指令 好 下面這個單字 reflection 對 reflection就是指反射的意思喔 OK 對 你單字要記這個reflect 因為我們後面講Version會用到這個單字 懂意思嗎 然後它這個 它這個標準的彩詞球裡面 它給TLN就是名詞 像這樣 reflection OK 這叫反射的意思 也就是反射通道命令 反射通道命令 反射通道命令面板 很多方式可以讓它反射 我們下一個指令 下一個比較扎實的指令 我們去下一個光線追蹤 所以你在浪這個地方對不對 你給它給一個命令面板光線追蹤 Red Trash OK Red就是射線 Trash就是追蹤 OK 光線追蹤命令面板 可以讓整個反射會比較扎實 不過 如果你要真實的話 還是用Version冷氣 我們現在講的是內建的標準 好 所以你給它下指令 你可以打勾沒關係 或說你下完指令它自己打勾也沒關係 來 正規就是打勾 然後給它下指令 好 我們找一下光線追蹤 OK Red Trash 好 對它這個點兩下 你看 就開始那個反射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變灰了呢 因為你的背景是灰的 所以它反射給它變灰的 所以它反射給它變灰的 所以你要看反射的感覺 你必須開啟這個Background 這個地方 Background就是背景的意思 這是針對材質球的設定 按它 你看 當你的這個背景是馬賽克有沒有 就是它自己的黃跟綠跟黑 然後它會導引到這個材質球讓你看 這個馬賽克不代表說世界有馬賽克這東西 是針對那個材質球的調色盤 它的對比設定 就是讓你去觀察用的 給你去做測試用的 好 你回到上一頁 回到上一頁 因為現在在Red Trash面板對不對 這個不用調 你回到上一頁 OK 好 那我們看 你現在的反射設定 注意 是這個叫反射 下面那個叫折射 你不要亂調 下面那個Reflection這個 插一個單字也是折射 OK 然後Displayment這個東西 置換東西 我們先不要管 倒數第三個不要調錯了 OK 現在百分之百對不對 百分之百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鏡面 就百分之百反射 所以那個磁磚像鏡子一樣 OK 好 所以呢 我現在把它做渲染看看 我們看一下這裡按算圖 你看它導引會變得非常的距離 為什麼 因為現在百分之百 對呀 如果說你要一半的導引 所以百分之五十 它其實 百分之百跟百分之五十 它還是全部都會導引 只是說它的扎實程度而已 OK 因為百分之百是鏡面 所以我們就拍百分之五十 然後給它光線追蹤 去執行reflection 就是那個反射命令 所以給它按這個渲染 按它 你看就像這樣 那如果給它百分之十呢 就變得非常弱了 不是很清楚知道嗎 OK 同樣你大概給它多少 我們再一樣抓四十好了 反正凹凸跟這個bump 跟這個反射給它四十 所以你渲染的時候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懂得意思嗎 就是那個基礎導引 OK 好 那現在我們練習啊 給它重一點 所以比如說打五十 給它重一點 那如果說你這個磁磚呢 你如果給它凹凸會怎麼樣 它就變成復古磚的感覺 你看我把它放到對 今天我給它渲染 這地方是沒有凹凸的 就等於是拋光的磁磚 知道嗎 OK 好 那這個比對一下 他有把這個拷貝出來 這兩個人的意思就是說 去複製你現在渲染的結果 知道嗎 OK 所以我就按這個 Chrome 這個frame 按這裡 他會把它打開 好這個是複製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 上一張圖 那我們現在計算的話 我們來算一張這個有凹凸的設定 所以你待會把這個磁磚旗號這裡 在Diffuse Card這裡 突然你把它拖曳 到Bump這邊來 它做完它在自己打勾 所以我現在按著左鍵不放拖曳 然後對它放開有沒有 放開 好 用Instant按OK 你看 你看這裡 來看一下把看成球 如果你把Bump關掉 它就沒有凹凸 變拋光 這樣就是拋光的感覺 如果說你把Bump打開 它就變成凹凸 看到嗎 那現在凹凸是40%好了 我們給它40%比較清楚 OK 好 打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凹凸的效果 來按渲染 看到嗎 你看這個是不是就模糊了 因為它 它變成復古磚 表面會有這個磁磚的紋理 那你看這個地方就比較清楚 看到嗎 OK 我就再算重一點 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 比如說 我把這個打成100好了 用鏡面給它看 來渲染 看到嗎 這地方是模糊 看到嗎 OK 好 所以這是反射的設定 通常你可以試試看 也就是說 結論就是你去下一個磁磚的材質球 給它一個命名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貼圖 那貼圖貼什麼 通常貼磁磚 OK 好 高光跟光澤度就大概80對60 這邊大家複習一下 大概產生這個效果 在底下我們要調什麼 調那個貼圖通道 OK 你就先調那個反射 反射reflection 反射下什麼指針 下光線追蹤 通常你注意 你下完指針之後 你要回到上一頁 不然它停在光線追蹤的面板設定裡面 你回到上一頁 然後這裡百分之百就鏡面對不對 大概調50 跟40之間就可以了 比如說調50 按enter 就像這樣 然後你如果要看到 這個磁磚它的紋路的感覺有沒有 你就可以調凹凸了 所以你用磁磚它自己的紋理 去拖曳到bomb這裡來 給它凹凸它自己 所以這個地方就給它40就可以了 OK 所以結論算出來就像這樣 懂得是吧 OK 好 那我把畫面整體看一下 像這樣 渲染 有沒有 都導引看到嗎 這就是那個反射 我們現在沒有打燈光 就基礎材質 大家先試試看 看